繼續來看立法院 這禮拜五要開始來開火 上台先要處理的就是 武漢遺憾 孫君特別條例 有風聲 說這個特別條例 要做出黨法 如果是團補遺憾要件的民眾 上當可以破 尤其道行四年半 不過行政儀說 也不定案 行政儀中所情緒 關於在開議前 跟立法院拜會國東團 就是為了民主要討論的 武漢遺憾 孫君特別條例 聽說出案中 將對散佈武漢遺憾疫情要緊的人 加黨行政 比較興奮連任 加黨行政的條款 上當可以破四年半的尤其道行 那政府只要把它說明清楚 做好 我相信就沒有這些疑慮 不要動不動 就要處罰民眾 國民黨立委頭一個跳出來犯罪 不過在本來 團長要向地方來散佈疫情介紹 只要罰款三百萬以下 沒行政 隨著這個疫情在討論 不少人就亂說 公平比關節 百萬公司 宏冠衛星座 欠回頂頂要言 和支援中心 為了頂請要言有夠疼 雖然行政儀說出案內容 還要討論並不定案 不過民進黨立委討論說 確實有討論的空間 防疫期間是同作戰喔 那我們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下 然後讓公共利益得以受保護 侯應時動作戰目前 行政的版本出案 最近日日會交付日通 日後三特區關 掩護在言論主要紅山頂 要如何尊責 行政立法機關都要尊重 就別忘了 請盡 請 感谢观看